小男生最爱的迷彩裤 水洗橱里浅蓝色调的牛仔裤 还有这件用皱褶牛仔裤做出的包包 这些做工细致又实用的手提包 都是云林弱势关怀协会成员的精心杰作 我想说我们在家有很多小孩 我们自己用的牛仔裤 没有用的嘛 小小孩还是怎么样 我们会用 拿来做一个包包 感觉很好看 这个图案看起来是不错 要设计出来 比较好看形状 立体 因为你要把一个布 就是支撑起来 里面都要用那个衬 支撑起来才会漂亮 他们都是新住民或是单亲妈妈 因为参加云林县社会关怀协会的 拼布课程后 发挥创意 把自己不穿的牛仔裤 拿来制作包包 放到网络上分享 没想到吸引很多民众也想来学习 巧思啦 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包包的时候 除了技巧之外 我们还要一个构想 所以每个包都是独一无二 然后呢 那个颜色又配得非常的好 很有特色 牛仔裤的两个部位 这是口袋 口袋前跟后 如果在开课你会想要学什么 平步 为什么你们都是来在学平步 因为平步学无止境 然后学了之后才知道它的乐趣在哪里 家中穿不到的牛仔裤 经过巧思与创意 也可以创造另一番多彩多姿的新天地 新唐人亚海电视料 莉芬台湾云林采访报道